每个创作者都有压箱宝 潘苑梅珍藏的并不是自己的作品 记得我妈妈自己亲手讲的 很多小细节地方 她不必用刀子刻 完全用剪的 还有妈妈一阵一线 亲手缝的镀兜片 妹妹也一直珍贵保存着 这可能有五十八十年的历史 我妈妈十八岁的作品 母亲的巧手艺 兄弟姐妹自小耳濡目染 但只有潘苑梅真的投入美术领域 她说妈妈因此特别疼她 而她也就像妈妈最喜欢的蝴蝶 带着梦想翩然飞呀飞 在韩国长大的山东移民 来到台湾念美术 失大毕业之后分发 飞落美丽的客家装 台北当然是有文化刺激 可是太繁忙 我觉得那苗念得比较安心 叫做客家媳妇 爱上客家之美 铜花飞雪 玄武飘落在皮革上 有很多皮雕老师也都做得很棒 可是我想说我加入行书 加入做我的转科 像我的靠电这些 加入文章 可能我觉得感觉会更好 更典雅一点 还有些巧思趣味 看似美丽的随身笔记本 有可爱的配件 简实废弃的香丝木 结合皮雕独树一格 像棋实在非常特别吧 对 上面是皮的 好不容易香丝的树枝 所以用这个铁木 就会有新的项目 花一点心思就会有创意 就会有新的项目 在创作之路上 潘月梅有着遗憾 没能如愿和妈妈一起办展览 所以她要把母亲和自己 对美术的热情 一起挖送出去 到苗栗的偏远学校 和特殊教育学校免费教学 希望更多人愿意加入 和她一起 让美的脚步走得更远 工作室不大 但创作的世界可以很大 潘月梅的作品里 有她原创的梦想 还有对母亲无限的思念 用到位带有脑 手不由性格相反 用到位带有脑 手不由性格相反